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莫言的中篇小说。 二姑随后就到。 一,只要天上出现彩虹,我们就想到那条可怕的燕雨, 东红雾露西红雨,南红收白菜,北红杀得快。 北红就是出现在北方天际的红, 出现北红的年头注定是杀人如马的年头。 那年的秋天,高密东北乡出现过北红。 北红与那年紧密相连。 北红是那年的一个金鳄的符号。 那年的高密东北乡与二姑的两个儿子紧密相连。 那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是二姑的两个儿子用鲜血写成的。 二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天一个叫地。 直到如今,我们也搞不清楚是天大还是地大。 据说他们二位也为此争问不休。 天和地进入村子时,是八月里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 当时,村里的人正聚集在街道上, 仰首向北方观看着那道鲜艳夺目的彩虹。 二,天身着黑色鸡肢不知肤。 地身穿白色卡基不知肤。 天腰里别着一支德国造大静命霞枪。 地脖子上挂着一支鹅造花机关枪。 天身材高大,头发金黄,嘴唇鲜红, 大眼睛蓝汪汪的,像滴进了几滴蓝墨水。 地个头矮小,驼北攻腰,五官不正,牙齿焦黄。 英挺和猥琐是他们的不同特征。 年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正当村人们为天上的红幽绿重重时, 他们亦高亦矮,一举一丑地从桥头上走过来。 河是东西方向,桥是南北方向。 桥头上修筑年久的高大门楼, 是进入这四周高墙围桌的村子的唯一通道。 天和地从北洪的方向走来。 人们感到他们是从北洪里走出来的。 他们毫不犹豫地逼近了大爷爷。 大爷爷不但是族长,也是村长。 大爷爷生着一下八纲丝一样的好胡须。 二位是,大爷爷迎上去, 问,二位是从哪里来的? 天和地对视了一会, 好像在用眼睛交流什么信息。 人们都满腹狐疑地打量着 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怪客。 天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发黄的照片, 递给大爷爷, 说,你认识他吗? 地斩钉截铁地说, 你一定是我们的外祖父。 天和地手上都戴着又薄又光滑的白丑手套, 显得格外扎眼。 大爷爷打量着照片上那团模糊的人影, 嘴里支支吾吾, 说不出清楚的话语。 天说, 难道连你的亲侄女都认不出来了吗? 地说, 俺娘可是被你们逼走的。 大爷爷惊讶地说, 你们是二妞的孩子。 天说, 是二妞的儿子, 我叫天。 地说, 是二妞的儿子, 我叫地。 大爷爷看着天要间的霞枪, 和着脖子上的花极观枪, 不由得心生畏惧, 从皮肉里挤出来亲热的笑容, 说, 啊呀呀, 原来是两位大外孙道了, 大喜。 大喜, 你们的母亲呢。 天和地气声道, 她随后就到。 三, 宝学多智的父亲对我们说, 那年我十五岁半, 正是好奇, 好动的年龄。 听到你们二姑奶奶的两个儿子, 我的两个表哥到来的消息, 兴奋使我浑身哆嗦。 由于谁也说不清楚的原因, 我们这个在高密东北乡 曾经盛极一时的家族, 正在走向下坡路。 我的十六个叔叔们, 生出了四十八个女孩, 与我同辈的男孩只有四个, 除了我还算凌厉聪明, 其余的三个, 八叔的儿子德高, 是个黄眼睛的哑巴, 二伯的儿子德中, 是个先天的夏子, 十一叔的儿子德强, 是个活了十三岁, 没穿过一件衣服的吃单, 十一婶多少次为他穿上新衣, 都被他即可脱下, 撕得粉碎。 相反的, 那四十八个姐妹们, 则一个个如花似玉, 既聪明又凌厉。 高密东北乡老管家的闺女, 有一个算一个, 个个都不差, 这是方圆三个县都有名的事。 我们家女孩太多, 牡丹, 韶药, 月季, 薔薔薇, 玫瑰, 蓝花, 桂花, 菊花, 几乎把花名都用完了, 才刚够为我的姐妹们命名, 我们家是半个百花园, 所以, 我在这个家族里, 虽然比不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珍贵, 可也算得上是个混世魔王, 跟姐妹们鬼混了十几年, 纵然她们都是天仙, 也令人逆反, 突然听说有两个表兄到来, 我兴奋得浑身哆嗦, 就是很可以礼遇的了吧, 你们老爷爷背上有亲兄弟七个, 号称管门七虎, 他们的各种故事, 我已经懒得讲述了, 也许等我把二位表兄的故事讲完后若干年, 再重翻历史旧账, 把他们的虎皮抖擞出来, 让世人欣赏, 将来的是难说, 犹如一棵树, 分成了若干之差, 我们的家族虽是分家单国的日子, 但由于我的特殊地位, 在家族中处处受优待, 即便是我的父亲与大爷爷的亲生儿子, 为了争地鞭子, 十分钟前打了肉搏战, 十分钟后, 我到了大爷爷的家, 大奶奶也会把他盒子里的酥胶茅草根拿出来给我吃, 吃点茅草根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这个传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我不想讲它, 听到二位表兄到来的消息时, 已是掌灯吃晚饭的时辰, 我不顾爹娘的阻挠, 甩掉了丁香妹妹和桃花妹妹的纠缠, 飞跑到大爷爷家里去, 我们的家族其实已分裂成几十个独立的经济单元, 但住房因为受祖先宅基地的制约而集中在桥头胡同两侧, 大爷爷的弟兄们已经因为战斗和疾病死去了五个, 活着的是老大和老小, 这死法很有趣, 二姑姑是三爷爷的女儿, 三爷爷死了, 所以我那两位表兄就理所当然的下榻大爷爷家, 我奔跑在街上, 听到我们家族中的狗发了风一样的飞叫着, 那道令人惊异不安的北方之虹已经消失, 但北边天际上依然有一大片浓重的颜色, 好像血融在了水中, 街上模模糊糊地行走着一些人,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 但从他们嘴里喷发出来的浮草味, 证明着他们是我们桥头街管家的人, 也许是八叔, 也许是六叔, 当然也完全可能是我的这位或那位沈阳, 在大爷爷家门口, 我停住了奔跑, 让喘息声减弱了, 然后从一兜里掏出一束火柴棍般长短的胶杆茅草根塞进了嘴中, 大爷爷家门楼檐下悬挂着的玻璃灯放射出的昏黄光芒, 照耀着我绿色的脸和不停顿地咀嚼着的嘴巴, 那天晚上大爷爷家的大门须掩着, 隐蔽墙上常年架设着的那尊土炮也撤了, 为了防匪, 大爷爷把自己的家园修筑得像作碉堡, 院墙上, 房山上, 隐蔽墙上, 连茅侧的墙上都挖上了方形的射击孔, 大爷爷和大奶奶各有一支土炮, 还有五支长短不一的前膛装药打铁沙子的鸟枪, 大爷爷和大奶奶随时都准备在他们的家园里展开一场保卫阵地的殊死战斗, 当然, 在我的记忆中, 这种战斗从没发生过, 那场二十年前的唯一的战斗, 与我的二姑姑紧密相连, 那场战斗出发时, 曾使我们整个家族的巨大耻辱, 后来竟变成了整个家族的骄傲, 毕竟我们高密东北乡老管家曾经出了一个敢于率领土匪攻打自己亲大伯的家园的女中豪杰, 这样的女人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中都能随便出现的, 正当豪杰的二姑姑愈来愈变成了传奇中的人物, 她组织的那次小战斗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辉煌话题时, 她的两个古怪的儿子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仿佛从天而降,从写一样鲜艳的北方彩虹中走来, 而且他们还宣布, 他们的母亲随后就到, 我们的二姑随后就到, 有了上述的闲言碎语, 我的兴奋简直是必然的, 必须的, 那尊从影壁墙中央的大福子的中央伸出的红袖斑斑的土炮, 被戳在影壁墙后水缸旁边的软泥里, 炮根朝天显得十分狼狈, 塘雾里射出的明亮灯光, 把水缸旁边那株高过房檐的家竹桃, 坚硬的叶片照耀地闪闪发出幽蓝的光泽, 两只蓝色的叶蝴蝶在家竹桃的树冠中偏偏地追逐着, 他们时而与那些叶片混为一体, 好像千万的蓝色叶片都在翩翩起舞, 仿佛整株树都要拔地而起, 时而他们又从那些叶片中凸显出来, 叶片静止,宛若万千的坚挺赤鱼, 唯有两片柔弱的让人心痛的幽蓝, 婉转飞行在树中, 大爷爷家那条老的几乎不能行走的黄狗, 是我从小的朋友, 那晚上竟然对着我发出警戒的吠叫, 这令我愤怒, 他的叫声颇似冒蝶老人的咳嗽, 想威风也威风不起来了, 大爷爷家宽敞的堂屋原本是家族的仪式厅, 周遭十几把太师椅, 围定一张沉重的秋木方桌, 沿着四面的墙壁还摆着一些狭窄的条凳, 正北的墙上供着一张标注着祖宗名会的画肘, 轴下点着两只血红的羊油大蜡烛, 烛火跳动不安, 带动着画肘上的祖宗脸庞也跳动闪烁, 画上的人仿佛在焦头接耳, 窃窃私语, 堂屋里坐着我的大爷爷、 大奶奶、 七爷爷、 七奶奶、 十六位书百中, 只缺了我的父亲和十一书, 沈娘们有来的有没来的, 也可能是来过了又走了, 我的那三位堂兄弟, 只缺了赤子德强, 哑巴德高在, 瞎子德众也在, 我闯进堂屋, 骄纵跋扈地吼叫着, 表哥在哪里, 堂屋里严肃的气氛让我吃了一惊, 大爷爷、 大奶奶、 七爷爷、 七奶奶坐在礼圈的太师椅上, 叔、 伯、 沈娘们坐在靠枪的条灯上, 瞎子德众围在枪角上, 双手拄着高高的马杆, 竖着耳朵听动静, 哑巴德高站在德虫身旁, 一颗圆圆的头颅, 像指波浪鼓一样转来转去, 两只大眼闪烁着魅力无穷的黄金光芒, 我名叫德剑, 头脑清楚, 感觉敏锐, 德剑一进堂屋, 立刻就感到气氛紧张, 似乎有一股冰凉的空气, 把屋里的热情包裹住了, 就像棒壳包裹珍珠一样, 寻找表哥的热望顿时减弱, 在这个家族中横行霸道惯了的德剑, 第一次感觉到必须察言观测, 谨慎言行, 我在哑巴和瞎子旁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瞎子居中手扶马杆而坐, 左边站着哑巴, 右边站着我, 瞎子俨然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我和哑巴则是他的左右侍卫, 不必任何人介绍, 我就看到了那两位表哥, 他们俩紧挨着坐在两张紫红色的胎尸椅上, 与大爷爷和七爷爷对着面, 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们, 几乎是合族的男人们, 在注视着这两个突然降临的我的表哥用膳, 我们都知道, 大奶奶是世界上最吝啬的女人之一, 无论什么样的贵客上门, 也难吃上她家一钱肉, 顶多炒两个鸡蛋, 外加一碟子虾皮, 而今晚摆在两位表哥面前的, 竟然是一只郭小手家的黄烧鸡, 一盘酱炖的干带鱼, 一大海碗虾米炒鸡蛋, 外加一蒜旧子紫皮蒜泥, 还有一摞至少二十张白面丹饼, 一把羊角葱, 这样的一桌饭菜, 竟然摆在大奶奶家的方桌上, 简直是王八蛋的破天荒, 两位表哥旁若无人, 正在心安理得的狼吞虎眼, 对了, 还有一瓶高粱烧酒, 两只绿皮中子摆在桌上, 金发蓝眼的表哥, 左手捏着一只鸡头, 右手卡着一张卷了葱的饼, 不顾吃饼, 他先在那儿聚精会神地, 啃着鸡头上那层浅薄的油皮, 他的嘴唇, 因为沾了鸡油, 更显得娇艳如红杏, 鲜嫩如樱桃, 所谓的面若浮粉, 纯若涂枝, 应该是专为我的这位大表哥, 我们感觉他大, 准备得真实写照, 二表哥的吃相凶恶, 没有一丝一毫大表哥的潇洒, 他嘴里塞进了过多的食物, 把两个腮帮子高高地撑起, 我只能看到食物一团团地沿着他瘦长的脖梗, 追逐着下行, 而看不到他的牙齿咀嚼食物, 即便如此充盈了他的口腔, 他还是持续不断地把一块块的鸡肉, 一团团的鸡蛋, 一段段的带鱼, 一圈圈的单饼, 一节节的青葱, 一滩滩的蒜泥, 没命地倒到嘴里去, 渐渐地, 明亮的汗水布满了他们的额头, 渐渐地, 桌上盘盏中的食物被吞噬干净, 他们摘掉头上像铁皮一样坚硬的帽子, 摔在桌子上, 随后又解开衣扣, 露出了洁白的羊部衬衣, 甚至露出了大表哥生着黄毛, 和二表哥生着黑毛的胸膛, 但是, 枪, 这标志着死亡与威严的符号, 却始终挂在大表哥的腰间和二表哥的脖子上, 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石草家族里, 也曾经出了几个爱枪如命的家伙, 譬如三爷爷, 譬如五爷爷, 但也没碍到吃饭补下枪的程度, 另一种解释是, 这两个表哥对在座的他们的外祖父们, 外祖母们, 舅舅们, 舅母们, 表弟们, 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 因而也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眼见着悲甘盘情, 桌上狼戒着鸡的尸体残骸与食物的渣子, 大表哥用一根火柴棒踢着牙缝, 态度安详镇定, 二表哥致满嘴的鸡丝聪疲而不顾, 摘下脖子上乃至又长又大, 枪筒上布满散热孔的俄式冲锋枪, 用手指抵住枪托后部的压黄片, 让一只小小的铁圆筒蹦出来, 铁圆筒里装着枪油, 它从衣袋里摸出一方白布, 展开, 用牙齿咬住一脚, 吃辣一响, 撕下一片, 然后, 沾上少许澄清的枪油, 开始擦拭它的武器, 这支花机关枪应该说由酒成心, 钢铁部分稍然未退, 放着悠悠的寒光, 木托上的油漆呈现杏黄的颜色, 显得既温暖又可爱, 我的八叔是顽强的行家里手, 从他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 二表哥这擀枪是真正的好家事, 从擦拭枪支的熟练与专注上, 连我也清醒地认识到, 这位二表哥绝对不是个善茬子, 二表哥不是善茬子, 大表哥也不是斩上油的灯, 尽管他并没有当众炫耀他腰间的德国造精品侠枪, 但这种霞枪的威力高密, 东北乡何人不知, 玩霞枪要玩镜面的, 玩手榴弹要玩花瓣的, 马步枪要玩带盖的, 镜面霞枪, 花瓣榴弹, 带盖步枪, 都是同类武器中的翘楚, 一流火色, 值得骄傲与自豪, 烛光有些暗淡, 原因是猪心剪了疙瘩, 大奶奶操着一把黑色的剪刀走上前去, 剪掉疙瘩, 火苗顿时大了, 油气上升, 光亮陡增, 语发映尘出二表哥怀中宝物的夺目光彩, 这时候, 在大表哥的脸上, 展开了一丝金黄的微笑, 这微笑使那般的富有魅力, 几乎勾走了我的魂魄, 僵局的打破, 悬一仗着吝啬成性, 但又智勇过人的大奶奶, 她端着一只黑色的奇托盘, 向我的两位表哥, 敬献上两树一等一的娇香茅草, 高米东北乡石草家族, 从来就没人踢牙缝, 我们借助咀嚼茅草来清理牙齿, 我们的人一个个都是牙齿洁白健康, 这是石草家族的一大骄傲, 茅草纤维细米, 甘甜如意, 清喉润沸, 资源丰富, 掘开高密东北乡的每一寸土地, 都能拽出一把茅草根, 大奶奶托盘上的两树茅草, 颜色焦黄, 香气扑鼻, 是大奶奶亲手制作, 一般人无福享用, 刺草制作过程大致如下, 先将初春的茅根退去护解的草皮, 洗净晾干, 使它们洁白如粉丝, 然后用剪刀剪成村鱼畅的结, 用盐水浸泡了, 再用糖水浸泡, 晾干后喷洒白酒, 最后放到瓦片上, 用文火烘焙, 烘焙到颜色焦黄为以, 家族中制作茅草的过程基本如此, 但每家的茅草各有风味, 品味茅草, 如同一般人品味烟草一样, 是我们这个古老家族的一大乐趣, 家族中的男女们, 公认大奶奶制作的焦毛味道最佳, 火色最好, 我吃过大奶奶许多茅草, 这老太太猪斑吝啬, 唯独请人吃草时例外, 她的茅草香, 甜, 微酸, 略带酒香, 味道倒也罢了, 难得的是她的火候, 焦耳不酥, 纤维, 经口水浸滋后, 能恢复良好的弹性与韧性, 而我母亲制作的茅草, 入口便化成了草灰, 完全丧失了咀嚼的乐趣, 大奶奶浸见茅草, 看起来是礼带, 实际上是考验, 凡与食草家族有亲缘的人, 当然应该知道这吃草的重要, 所以请你吃草就变成了一次对你的身份的验证, 终于有人说话了, 终于让我听到了我的表哥的悦耳的外地口音, 请吃草, 大奶奶阴险地说, 请吃草, 两位大外孙, 什么, 吃草, 二表哥手抱花机关, 愤愤不平地说, 请我们吃草, 难道我们是牛吗? 大表哥用两个指头夹起一束草, 放在眼前端向一阵, 又放到鼻下秀一阵, 那模样, 神情, 一向老中医, 二向养鬼子, 他终于从那树草中抽出一根, 放到门牙尖上咬了咬, 然后把那些许的草渣佩佩地吐掉, 他微笑着问, 为什么要让我们吃草? 大奶奶看看大爷爷, 大爷爷看看七爷爷, 七爷爷看看七奶奶, 然后这几位老人, 又胡乱地扫尸着周遭的晚辈们, 狐疑的神情在每个人的脸皮上浮起, 大家都在想, 这是两个食草家族的冒牌外甥, 至于他们的真实来历, 他们冒充二姑的儿子, 来到此地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并没来得及思索, 大爷爷威严地说, 你们的母亲没告诉过你们吗? 他们俩互相看着, 摇摇头, 他什么时候回来? 大爷爷问, 大爷爷所指的, 自然是我们的二姑姑, 这个家族的叛逆, 但我的两位表哥竟然不明白, 也许是真不明白, 也许是装不明白, 他是谁? 大表哥笑着问, 你们的母亲, 大爷爷怒吼着, 他派你们来干什么?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阵暴斗般的枪声, 猛然在堂屋里响起了, 开枪者是我们的二表哥, 他端坐在桌前, 身体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移动, 他的脸上挂着一种可以称为猙獰的笑容, 我们首先看到十几颗金灿灿, 亮晶晶的蛋壳在房间里飞响, 然后才听到清脆, 尖利, 猝不及防, 震耳欲聋的枪响, 声音与图像的时间, 差微小到难以觉察的程度, 但我还是觉察到了, 二表哥玩枪已经玩到出身入化的程度, 他抱枪而坐, 态度臃肿, 自然大方, 谁也没有看到他是怎样迅速地把枪口对准了大爷爷的头颅, 又是怎样迅速地收枪, 让枪口倾斜向上, 散漫地指着屋顶, 枪向他怀抱中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 像他的肢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是他的一条胳膊, 或者一只眼睛, 或者一张开合自如的嘴巴, 白色的硝烟从他的枪口里鸟鸟地飘出, 细弱的珠网鸟鸟地下落, 落到我们的头颅上, 落到漫铺的青砖的地面上, 落到二表哥瓦兰的枪身上, 他用擦枪布轻轻地试掉那些白色的蛛丝, 然后又用嫩绿色的粘油枪布, 轻轻地擦拭着仿佛是椭圆形的枪口, 像杀一个慈母, 为近视完毕的爱子擦拭口唇, 在弥漫的权势, 灌尽了我们心扉, 震惊我们石草家族, 古老而怪力的灵魂的大爷爷, 独具一哥的血腥味道中, 我们除了哑巴得高, 都听到大表哥一字一顿地说, 他随后就道, 这无疑是一个庄严的宣告, 一个严厉的警告, 一个震聋发聩的提醒, 从大表哥的声音里, 我听到了对于石草家族的最后判决, 像红色淤泥一样, 暖洋洋甜蜜蜜的生活即将结束, 一个充满刺激和恐怖, 最大限度地发挥着 人类恶的幻想能力的时代就要开始, 或者说已经拉开了虚目, 四、父亲的二姑姑, 我们的二姑奶奶究竟什么样子, 乱纷纷的家族传说, 并没人给我们这些晚辈描述清楚, 没有人说他骑过黑马, 但他在我们的脑海里, 骑着黑马驰骋, 马得闪闪发光的体铁, 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烁, 有时像天上的星光, 有时像河中的水光, 黑马的提升, 经常清脆地把我们从睡梦, 中惊醒, 我们感到心中痛楚, 不知被什么东西感动得热泪盈眶, 思绪超越现实, 进入二姑奶奶的境界, 进入黑马的境界, 父亲说他经常嗅到那匹马的味道, 听到他的丝铭, 看到他的容貌, 周身全黑, 光滑如断, 双耳如消竹, 一把垂挺的尾巴, 奇怪的是, 我不知道这匹马的性别, 也许是因为雄辞对马无关紧要, 没人对我们说过, 二姑奶奶身披大红猩猩斗篷, 但他的斗篷总是如一团熊熊的烈火, 在我们的灵魂中燃烧, 在我们的骨髓里燃烧, 那烈火是蓝色的, 没人说二姑奶奶手使双枪, 我们却总看到, 他腰插着或者手提着双枪, 当然是德国原装大精敏霞枪, 忽而飞身下马, 忽而飞身上马, 那足了份的潇洒, 难以用语言形容, 家里人都说二姑奶奶身材轻瘦, 瓜子脸, 大眼睛, 肤色离黑, 但我们总看到, 他面若银盆或者粉团, 胳膊白嫩, 塞过瓢洗过十二遍的肥偶, 他是两只戏长的丹凤眼, 他是风鱼的近乎肥胖的一个少妇, 我们不断地修正着传说中的二姑奶奶形象, 并逐渐确立了我自己的二姑奶奶形象, 在修正传说时, 我感受到一种创造者的幸福, 父亲对我们说, 他的二姑姑的双手上, 生着一层透明的粉红颜色的浦膜, 这是属于我们家族的独特繁足现象, 他更像我们的祖先, 不仅仅是一种形象,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逼近, 所以他的出生带给整个家族的, 是一种恐怖混合着敬畏的复杂情绪, 据我的父亲说, 我的父亲与二姑姑是同胞兄妹, 我爷爷排行第三, 二姑姑一降生, 就在血泊中挥舞起他的双手, 哇哇地哭叫, 接生婆为他劫杂期待时, 看到了婴孩眼睛里闪耀着蓝色的红彩, 他虽然在啼哭, 但却没有一滴泪水从眼睛里流出, 他其实是在睁着眼鸣角, 那蓝色的射线带来的恐怖尚未消失, 接生婆随即又看到了他手上的捕膜, 剪刀和布条跌落地上, 接生婆微软在地, 好像被子弹射中了要害的大鸟, 产房里乱成一团, 奶奶只看了一眼雪泊中女鹰的高高举起的双手, 便昏得过去, 再也没有醒过来, 奶奶生产出代仆婴儿的消息, 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家族, 爷爷几乎是跌跌撞撞地, 铺进大爷爷的家, 大哥, 大嫂, 爷爷说, 大事不好了, 代仆的又降生了, 可能是代仆婴儿的每次降生, 都标志着家族史上一个惨痛时代的开始, 否则爷爷何必那般惊恐, 他面色惨白, 下巴上的焦黄胡须, 像火焰中的茅草根一样, 卷曲着颤抖, 颤抖着卷曲, 高大的身躯摇摇摆摆, 仿佛随时都会瘫倒, 分裂成一堆垃圾, 哥, 嫂子, 想个法子吧, 爷爷可怜巴巴地, 像家族中的最高权威, 也就是最高智慧求救, 大爷爷面色深重, 微微眯着眼睛, 显然是在沉思, 家族史上那些与普摩直接或间接关联着的鲜血和烈火, 连离在他面前燃烧在他面前, 要不然, 他为什么下意识地哆嗦起来, 哥, 嫂子, 快想个办法吧, 爷爷软软地摊在一把椅子上, 大奶奶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说, 老三, 甭着急, 先吃点草丫丫精, 他递给爷爷一束焦黄的茅草, 也顺便递给大爷爷一束, 兄弟二人咀嚼着茅草, 身色渐渐安定, 大爷爷咳嗽一声, 问, 他娘怎么样? 爷爷说, 已经死了, 大奶奶说, 果然是个讨债的, 大爷爷沉吟着, 时代毕竟不同了, 过去的酷刑不能再用, 罢罢罢, 咱们这也是条姓名, 我看, 找块被单子, 裹上二十块钱, 扔到红色沼泽边缘那个辣庙前, 兴趣又不闲地捡了他去, 是死是活, 就看得自己的造化了, 爷爷求救似的看着大奶奶, 大奶奶说, 老三, 就照着你哥说的去办吧, 想来想去, 这就是最好的法子了, 爷爷抱着二姑姑, 越过维子墙, 进入村南那辽阔无边的原野, 抬眼望见半人高的黄草, 一浪烛一浪地滚到遥远里去, 见获有狐狸和野狗在草间闪现身影, 秋艳生生, 金风洒爽, 正是农历八月中的时令, 一条灰白的道路, 延伸到红色沼泽附近, 爷爷沿路往前行, 很快就看到蜡庙青色的瓦顶, 从黄草中鲜明, 冷峻地凸显出来, 他站在庙前, 看着破烂的庙里情景, 当年那金碧辉煌的蚂蚱塑像, 早已没了踪影, 放砖扑揪的地上, 砖缝里挤出野草, 野草上沾满鸟屎, 二姑姑安静地睡在墙包里, 爷爷把他放在庙门口的枯草上, 他照旧酣睡, 爷爷打量着这个红扑扑的小东西, 心里很不好受, 狐狸在沼泽里鸣叫起来, 野狗在草丛中狂吠, 爷爷醒悟到大爷爷定下的放生计, 实际上绝无一线生机, 爷爷想, 只要我一离开这儿, 野狗和狐狸立刻就会包围上来, 把这个手脚生脯的女鹰吃掉, 连骨头渣也不剩, 他犹豫着, 但最终还是用理智战胜了感情, 撇下女鹰, 一人独自离去, 他的被感受到了沼泽里挂来的凉森森的眉变空气, 心中忐忑不安, 走出了几十步, 他似乎听到了腊庙附近草烧晃动的声音, 还有野兽们羞羞地喘息, 他回头观看, 见草烧波动如水, 庙前寂静如出, 沼泽的气息扑面而来, 剑指高大洁白的仙鹤单腿站在湿地上, 女鹰的强宝鲜红地躺在黄草上, 他连一点声息也不发出, 爷爷回到家里, 处理完奶奶的丧事已过去了三天, 他提着一杆钢枪, 口袋里装着二十粒子弹, 翻过围墙, 往辣庙前走, 他相信出现在面前的情景应该是, 庙墙上溅满污血, 被历史撕碎的红布墙宝一条条悬挂在草烧上, 狐狸十几匹, 野狗十几条, 分成两大阵营, 犹如两团云围绕着腊庙旋转, 一团红云, 一团黑云, 追逐着似的围绕着腊庙旋转着寻找事物, 活着的出生婴儿是野兽们的美餐, 他们只吃过死婴, 死人, 便喂了, 嗖了, 鲜活的婴孩味道令野兽们铲鲜三尺, 爷爷想他们一定都血红的眼睛嚎叫着, 字着青色的白牙, 爷爷想象着用钢枪把他们打翻在地的情景, 心里感到为女报仇后的舒畅, 先把孩子送到狐狸和野狗的嘴边, 让他们把他吃掉, 然后开枪打死他们为女报仇, 这正是最英明的政治家惯用的手段, 在距离辣庙半里露出, 爷爷掏出子弹, 认真地擦拭着, 他擦掉了子弹屁股上的油腻, 并把每一粒子弹的弹头放在自己头皮上蹭过, 据说放在头皮上蹭过的子弹就变成了炸子, 粘肉就炸, 威力大增, 他那杆钢枪是比利时国枪炮公司制造, 弹仓里能压七粒子弹, 中国人管这种枪叫七连珠, 这是一种质量很好的枪, 在爷爷的时代里, 一杆七连珠价值一百大洋, 爷爷压上子弹, 拉开枪栓, 把子弹推上膛, 让七连珠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然后英勇无畏地向前走, 一轮朝阳从沼泽地里升起来, 照耀的这个大汉满脸通红, 见进辣庙, 他把枪包在怀里, 变一雄啾啾地走资为小心翼翼地走资, 辣庙前静寂无声, 没有野狗, 也没有狐狸, 包裹过二姑姑的红背单子, 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悬挂在庙门上, 红背单子完整无缺, 上面沾着一些黑色的胎粉, 没有一牙一爪死咬痕迹, 婴还哪里去了? 爷爷站在辣庙前茫然四顾, 看到了红色的沼泽, 青色的村庄, 黄色的野草, 一只孤独的仙鹤, 趁着梗子奋力向着太阳飞行, 爷爷百无聊赖地对着他开了一枪, 没有打中, 又开了一枪, 还没有打中, 再开一枪, 依然没有打中, 这是爷爷射击史上的一大耻辱, 他不再射击, 盯着那仙鹤在阳光里变成了一个针尖大的光点, 然后收回目光, 眨眨酸麻的眼, 大背了枪, 垂头丧气地走回村庄, 爷爷走进大爷爷的家门, 向大爷爷和大奶奶报告了辣庙前的情况, 大爷爷说, 好好, 这个丫头命大, 肯定是被人抱走了, 大爷爷嘴上说好, 脸色却很阴沉, 爷爷知道, 他宁愿听到女鹰被野狗和狐狸吃的骨扎不剩的消息, 也不愿听到手脚声捕的女鹰讨了性命的消息, 大奶奶又献上草来, 爷爷扔一束尽嘴, 枯燥无畏地咀嚼着, 这时院子里狗狂叫, 大门上的铜环哗朗哗哗响, 大奶奶警惕地看了爷爷一眼, 好像怀疑爷爷引来了虎狼, 他挪动小脚, 走到院子里, 在隐蔽墙后摸索着土炮后边的萤火帽, 大声问, 何人敲打门环? 门外的人不回答, 只是持续不断地敲打门环, 节奏分明的门环声证明敲打者不运不火, 心情平静,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爷爷和大爷爷都来到院子里, 示意大奶奶去开门, 来人一脸皱纹, 下巴上升着一部白胡须, 是个陌生的老者, 虽然衣衫蓝绿, 但骨骼轻奇, 颇有几分令人肃然其境的风意, 更重要的是, 他的怀里抱着被爷爷丢弃在腊庙前的生仆女婴, 大爷爷, 大奶奶, 爷爷, 三个人目瞪口呆, 白胡须老人走进大门, 把怀中的赤子放在冰凉的湿地上, 冷笑一声, 转身便走, 大爷爷拦住老人的去路, 装腔作势地问,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把这个婴孩扔在这里, 是什么意思? 老人道, 除了你们食草家族, 谁家能生出这样的婴儿? 大奶奶说, 你这人好不讲理, 把这个野孩子扔到这里干什么? 老人道, 气杀婴孩, 天理难容, 国法也难容, 官老大官老三, 你们小心着点, 老人从怀里套出那一包羊钱, 啪, 扔在大爷爷脚下, 冷笑着, 隔开挡道的大爷爷, 潇潇洒洒地走了, 爷爷胆怯地看着赤身裸体的女儿, 看着那张红扑扑的小小圆脸, 和那圆圆头颅上, 茂密乌黑的头发, 心中不由地滋长起恋爱的感情, 这是个相当结实, 漂亮, 生命力顽强的女孩, 唯一的缺陷是手指与脚趾间那层粉红的浦膜, 这些浦膜家在她的指缝里, 只有当地张开手时才能显出来, 她弯下腰去, 伸离之手, 触到了女婴臂部的皮肤, 冰凉的感觉立即麻木了她半条胳膊, 女婴睁开眼睛, 两道幽蓝的光线从她鱼眼般呆滞的眼睛中射出, 刺得爷爷心头一睹, 好像当胸挨了一拳, 女婴闭上眼, 大声啼哭起来, 哭声响亮, 圆润, 阴节短促, 泼似红色沼泽深处那种特有的大乳马蹄, 红腹绿背, 能喷射剧毒之夜射杀飞虫的马蹄蝉处, 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 发出的叫声, 爷爷最怕的就是这种马蹄蝉处, 他吃过这种蝉处的亏, 有一年, 他进沼泽追捕红狐时, 手上雾中了蝉处的毒液, 当时挤起痒钻心, 随后就流黄水溃烂, 要不是遇上那位走江湖的高手郎中, 他的手飞烂掉不可, 被马蹄蝉处伤害的痛苦过程, 迅速地在爷爷脑海里旋转了一圈, 他下意识地惊恐万分地缩回手, 直起腰, 大口地喘息着, 女鹰的哭声越来越烈, 蓝色的泪水汇集到眼角, 躺过面颊, 溜进耳朵, 爷爷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 求援地望着他的胸扫, 大爷爷叹息一声道, 老三,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他毕竟是你的女儿, 你把他抱回去养着吧, 爷爷无奈, 值得再次弯下腰去, 像抱一只巨大的马蹄蝉处一样, 把女鹰抱起来, 他感到自己周身的肌肉都紧缩起来, 口里分泌出大量酸溜溜的金叶, 抱着这样的鹰海是男人的枯行, 女鹰挥了一下手, 把手指的脯膜透明着张开, 好像蝙蝠的粉红肉翅, 当然蝙蝠的翅不是翅, 蝙蝠的膜也不是粉红色的膜, 他的冰凉的小手轻轻地, 凉凉地触到了爷爷的胸膛, 也触及了爷爷的灵魂, 他刮得叫了一声, 竟然也类似了马蹄蝉处的鸣叫, 把女鹰扔在地上, 女鹰跌落在地, 呱唧一声响, 是那么肉, 那么湿, 那么粘, 呱呱的哭叫声终止了, 他在地上抽搐着, 他四肢摊开, 崩得鼻直, 手指和脚趾也全部炸开, 伸展开了所有的粉红捕膜, 这景象冷逆恐怖, 爷爷哇哇地呕吐起来, 爷爷吐出一些绿色胆汁, 捏着脖, 亲着脸, 回头对大奶奶说, 嫂子找把刀给我, 大奶奶惊讶地问, 老三, 你要动很大, 现在可是民国了, 他一边说, 一边走进屋子, 将一柄明晃晃的牛耳尖刀, 用两个指头夹着刃, 把耳递到爷爷面前, 他的眼睛里洋溢着笑得波澜, 仿佛在鼓励着小孩子, 勇敢地去干一件大事件的慈母, 爷爷攥住刀把子, 刷, 把刀子抽出来, 嚣张地叫着, 我要把他这些该死的捕摩踢了, 你这个蛤蟆重, 青蛙精, 沼泽地里爬上来的妖怪, 言罢便俯了身, 左手腻住女鹰的小手腕, 刀子疯快地落下去, 但是此时女鹰张开的手指合拢, 紧紧地攥成小拳头, 呼声也闭了, 蓝蓝的眼睛赛过两块滋润的美玉, 在爷爷脸下闪着光泽, 爷爷的刀无论如何也落不下去了, 他抬起脸来, 求援地望着大奶奶, 大奶奶冷笑一声, 道, 果然是虎毒不识气, 老三, 你给我滚吧, 一把抢回刀, 静止地回院里, 并响亮地踹上门, 五, 二姑奶奶的童年纪是本应写的摇曳多姿, 但家族中人对此避讳, 多多闪闪, 谁也不愿多说, 我们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 只能捉住只言片语, 加以想象, 编造, 逻辑的推理, 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与事实的真相, 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无法知道, 写的不符合事实又有什么关系, 写的符合事实又有什么用处, 对一代绝望的, 对一代对前面的一切都充满了巨大恐惧的, 对一代被永难排解的深重忧虑, 时刻纠缠着的男人来说,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要紧, 六, 父亲说, 一九四七年, 我生起蓬勃, 邪性十二分的足, 宛若红色沼泽里, 一只刚尾了尾巴的半大马蹄蝉蜀, 全身流动着粉红色的毒液, 现在我可老了, 躲在建叶连的潮湿泥土里, 整日昏昏欲睡, 父亲说, 我的二姑姑从小就会咬人, 牙齿锋利, 像荒草丛中的小狼, 我父亲, 你们爷爷左手的食指弯曲着难以伸直, 像一节生着八流的树根, 父亲说, 他的父亲说, 这就是被他咬的, 他咬住东西, 轻易不肯松口, 像沼泽地里那种黄盖的鳖, 牙床上打着哼哼, 耸动着耳朵, 眼睛里闪烁碧绿的光线, 那样子可真叫吓人, 那样子谁见了谁怕, 父亲说, 他杀猪一般的嚎叫着, 痛楚伸住骨髓, 甩动手臂, 带动着那小妖精, 像皮球一样滚来滚去, 但终究无法甩掉他, 父亲说, 你们的老爷爷纹生起来, 高叫着我父亲的名字, 五儿, 五儿, 别硬拽, 别强拽, 当心把指头弄断, 我有法子对付他, 父亲说, 我们的老爷爷折了一根草棍, 轻轻地戳着他的鼻孔, 终于戳出了一个大阿涕, 趁着这机会, 我们爷爷血淋淋的手指, 才从他的嘴里解放了, 那年他才三岁多一点, 就嫩般厉害, 家族中人谁不拒他, 你们的老爷爷说, 都躲着他点, 他是个鼠鳖的, 咬住东西不松嘴, 你们的老爷爷雄好半生, 举腔艳落的角色, 他怕过谁, 若要管三发了出, 与皇大帝开当铺, 就连他, 也处着你们的二姑奶奶, 他不怕死, 似乎也永难死, 他声, 你们老奶奶死, 无人喂他一口奶, 正好家里的老母 苟下了四只崽子, 你们的老爷爷 便把他扔到房檐, 下那铺着干草的狗窝里, 与狗崽子们枪奶头, 老母苟通人性, 主子的女儿自然不敢怠慢, 把最好的奶头让给他, 他是个吃狗奶长大的孩子, 经常在深更半夜里 发出一种拖着长枪的号叫, 这种叫法 就是那所谓的狗窟, 主大祸降临, 整个家族, 一条街上的人都被他, 老母狗和小狗们 也加入了半夜的哭号, 的哭号惊恐着, 在蟋蟀的簇簇声 与壁虎的琐琐声中 哆哆嗦嗦, 长夜难眠, 父亲说, 在深夜里, 他父亲看着一个血红的, 点儿在我们老爷爷的烟袋锅里闪烁着, 光点明亮时, 能看清一张手靴的被茂密的胡须包围着的脸, 粗重的呼吸, 长长的叹息和窃齿磨牙的声音交替着出现, 你们的老爷爷在那些日子里心事重重, 父亲说他父亲有一次撞着打出去小便, 寻狗和我们二姑奶奶的嚎叫声声慢, 声声凄凉, 他感到有一股彻骨的寒气在他的脊嘴里游走, 头顶上的毛发劈劈啪啪地直立起来, 我们的爷爷看到紫色的天幕上, 点缀着几十颗有棱有角的硕大星斗, 星斗的光芒是那样的刺眼, 是那样的怪异, 他们仿佛在嚎叫声中颤抖, 随时都会坠落下来似的, 父亲说你们的二姑奶奶双膝跪地, 双胳膊撑地, 养着脸, 养着下巴, 与老母狗和他的四个狗崽子们的蹲聚姿势一模一样, 他的眼睛的绿色光芒比狗眼里的绿光还要强烈, 父亲说爷爷胆战心惊地看到我们的二姑奶奶伸直脖子, 绷紧了皮肤, 嘴巴做成圆筒状, 像吹火一样, 对着天上的星斗发出了骇人的嚎叫, 群狗模仿着他嚎叫, 在他, 他们的嚎叫里, 星斗一颗颗像被狂风吹动着的红灯笼, 父亲说二姑姑的嚎叫比狗们的嚎叫拔得更高更尖, 拖枪更长, 好像玉米林里绣出来的一株高粮, 他是他们的歌唱教员, 父亲说爷爷那夜里硬是撒不下尿来, 胀胀地跑回屋里, 他看到室外的天地黄漫漫的, 令人感到将有山崩地裂的大火临头, 父亲说那天夜里他还做了一个怪梦, 在梦中他说爷爷上了天, 看到那些星斗都用一根根的青草扭成的绳子吊着, 一些灰色的兔子再挤一口慢一口地啃着绳子, 二姑奶奶的嚎叫直冲云霄, 而他的每一声长叫都像鞭子一样, 抽打着兔子们的脊梁, 促使他们用更快的速度啃草生, 家族中人纷纷向大爷爷和大奶奶提出了抗议, 大爷爷拆旗爷爷将爷爷换去, 父亲说我爷爷铁青着脸回来, 从抗袭下抽出一柄缺尖的腰刀, 父亲说这柄腰刀是从一个碾子身上解下来的, 那碾子身高马大, 一副身经百战的样子, 这柄腰刀, 父亲说一定沾满了骑兵的鲜血, 我们的老爷爷在一块磨刀石上磨刀, 多年的红袖与清水混合在一起, 像污浊的血一样, 流在磨刀石旁的土地上, 父亲说爷爷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铁腥味, 他说铁的腥味与血的腥味极其相似, 在爷爷祸祸的磨刀声中, 父亲说老母狗和四只小狗崽子缩在狗窝里, 哼哼唧唧地叫着, 好像预感到大祸淋了头, 二姑奶奶却绕着磨刀的老爷爷转转, 圈子, 嘴里发出模仿磨刀的祸祸声, 他受了狗的影响, 用四肢爬行起来, 比直立行走还要快捷, 父亲说他那时的确不像个人样子, 长发披散, 腰背弯曲, 全身青紫, 指甲坚硬锐利, 只有那指缝里的浦磨, 透露着永远的粉红, 你们的老爷爷用一把乱草, 把药刀擦拾干净, 举起来, 觅着一只眼, 歪着嘴巴, 打亮着腰刀的封口, 父亲说腰刀荧光闪闪, 好像一条银蛇, 屠杀随即开始, 我爷爷左手上带了一只迅鹰用的皮套子, 弯着腰, 从狗窝里救出了一只狗崽子, 他捏着狗的颈皮, 小狗滑稽地称动的四条腿, 少毛的粉色肚皮, 显得嫩油油的, 这是只小公狗, 那像颗唐葫芦的小玩意, 往外滋针鸟, 我爷爷把小狗高抛起来, 然后又比机械而僵硬地, 闪电般的一挥, 在半空中将那小狗拦腰斩断了, 小狗两半着落了地, 前半截汪儿汪儿地叫着, 后半截拨浪尾巴, 父亲说, 我爷爷的刀真是快得无法再快了, 挨这样的刀砍了头都不会觉得痛, 父亲说我爷爷就这样一连腰斩了四条狗崽子, 然后又抖擞精神, 转向那条老狗, 父亲说自从屠杀开始后, 那条老狗就一声不吭地将窝在窝, 任凭爷爷一、二、三、 四次地伸手从狗窝里往外揪狗崽子, 他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没有, 你们的老爷爷先用刀去戳了戳他, 试图带他往窝外逃窜时在下狠手, 可是他依然一动不动, 于是伸手把他拖出来, 他四条腿软塌塌的, 俨然已是一条死狗了, 你们的老爷爷奇怪地一了一声, 说死了, 随即踢了一脚, 他翻了一个个, 尾巴弯在腹下, 果然是死了, 父亲说你们的老爷爷闭着眼, 拄着刀, 静没了足有臭带烟的功夫, 然后扔掉刀, 垂头丧气地进屋去了, 四条小狗分成八半, 狼藉在地, 热烘烘的腥味, 熏得人只想呕吐, 父亲说他的二姑姑 试图把小狗的尸体对在一起, 但他不变颜色, 乱劈一气, 于是小花狗的屁股对在小黑狗的头上, 小黑狗的前半截 又与小白狗的后半截连接在一起, 就这样产生了荒诞与幽默, 二姑姑搞得双手狗血, 脸上也沾了一片片红, 样子猙獰恐怖, 父亲说我们的爷爷远远地躲在枪角, 根本不敢往前凑, 父亲没说那些狗尸最终是怎样处理了, 也没讲是谁收藏了吹毛寸断的腰刀, 又是谁帮二姑姑洗净了身上的狗血, 父亲说那老母狗死得奇怪, 死得不一般, 父亲说你们的爷爷第一个推断是, 老母狗看到孩子被杀, 万分悲痛, 他的肠子一定寸断了, 第二个推断是, 老母狗看到大祸临头, 惊吓而死, 他的苦胆一定破了, 第三个推断是, 老母狗看到在劫难逃, 在屠杀开始前已经像老和尚一样孽了, 我们爷爷的三个推断里, 第三个最为美好, 其中包含着若干超脱于生死之外的大精神大思想, 人能孽已算高尽, 何况一条老母狗, 父亲说本来你们的老爷爷是下了狠心, 要像杀狗一样把你们的二姑奶奶杀掉的了, 但那条老母狗的自觉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击中了他的要害, 从此后他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 好像他活着的目的就是等待着你们二姑奶奶那一枪, 父亲说那是个极其炎热的中午, 你们的老爷爷坦着肚皮, 在院子里的榆树阴影里吃西瓜, 成群结队的红头苍蝇围着他飞舞, 轰不走,赶不散, 好像他是一具腐尸, 这时你们的二姑奶奶从外边跑来了, 她那时已经十岁, 离开了狗的世界后, 她已出落成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姑娘, 除了她手指尖那些捕膜还令人心里不愉快之外, 别的一切正常, 她那天穿着一身红绸子衣服, 头发上沾了一朵大大的红绒花, 简直是一把火, 她手里拿着一支银子饼的七星左轮子手枪, 那小玩意儿闪闪发光, 精巧地像个假货, 一进大门她就喊叫, 爹,我要枪毙你, 父亲说老爷爷把嘴里的黑西瓜子吐出来, 拍拍鼓鼓的肚皮, 平静地说, 这玩意儿也能打死人, 子弹打到我鼻孔眼里, 我能给你醒出去, 打到我的肚脐眼里, 我能给你挺出去, 你们的二姑奶奶说, 爹, 你是在吹牛吧? 老爷爷说, 不是吹牛, 你不妨试试, 你们的二姑奶奶说, 好, 我试试, 她说着, 笨拙地转了一下枪笼子, 然后, 瞄准你们老爷爷的肚脐, 巴, 就是一枪, 你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啪啪地拍着肚皮说, 怎么样? 闺女, 你爹没有吹牛吧? 你们的二姑奶奶, 狐疑地看着枪口冒出的屡屡青烟, 嘴里嘟嘟浓浓地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再次将枪口对准她的爹,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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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枪一个小间歇, 连续六枪, 都招呼在你们的老爷爷身上, 你们的老爷爷笑声朗朗, 但立即有一股鲜血从她嘴里窜出来, 她摇摇晃晃站起来, 喊一声, 好, 随即前仆在地, 苍蝇如一块绿色的尸布, 一秒钟之内便遮盖住了她的身体, 父亲说, 你们的二姑奶奶从此便消失了踪影, 家族中曾派出过十几个人四处明察安防, 想把她抓回来用最严厉的酷刑活活烧死, 但都空手而回, 当然,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 派出去的人, 每个人都带回来一大堆消息, 有说她被一个白胡子老头领走了的, 有说她跟着一只老狐狸进了红色沼泽的, 有说她跟着一个杂耍班子闯江湖的, 等等, 家族中的娘们, 干脆说她原来就不是人, 是讨债鬼投胎, 是蛤蟆精, 狐狸精投胎, 随着时光的流逝, 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她, 说忘记也不可能是完全忘记, 她像一块病, 潜藏在我们心里, 她是一个千九百节的伤疤, 长在我们身上, 每逢阴雨天气, 就令我们不舒服, 其实, 家族中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指尖生着浦沫的小妖精肯定没有死, 她不可能死掉, 她正在某个神秘的地方修炼着, 一旦她长风满了羽毛, 就会飞回来, 她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和这个在红色沼泽周围, 繁衍了数百年的石草家族做死对头的, 果然, 父亲说, 这一天终于到了, 那是个草黄马飞的深秋的夜晚, 炼丹的狐狸把红色沼泽弄得一片片辉煌, 夜间飞行的红烟在高空中鸣叫着, 河水在响亮流淌, 狗在乌夜, 这时候村外燃起了几把冲天大火, 高大的古草都被点着了, 火光把家家户户的庭院照亮, 窗户只一片通红, 街上响起马儿灰灰的丝鸣, 和马蹄铁打击青石板道发出的清脆响声, 父亲说那时她的父亲寄居在桥头大老爷爷家, 看到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从黑营里窜起来, 往土炮, 土枪里装填着火药, 她的父亲缩在炕脚上, 一动也不敢动, 只听到大老奶奶豢养的那七条狗咬成一片, 响亮的马蹄声从街北投响到街南投, 又从街南投响到街北投, 听动静有十几匹马, 是一股不算小的响马, 父亲说马队跑了几个来回烫子后, 一个尖锐的女人声在街上高扬起来, 都听着, 姑奶奶今夜来, 是冲着管老大和她老婆, 怕死的都在家里睡觉, 不怕死的尖管出来, 然后就劈劈啪啪响了十几枪, 父亲说我们的爷爷看到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降在院子里, 父亲说你们爷爷一听动静就知道是你们的二姑奶奶回来了, 紧接着枪弹就啪啪地打在门板上, 父亲说大老爷爷家的大门是用三寸厚的老丘木做成的, 里外包着铁皮, 还打着密集的蘑菇丁, 这样的门坚硬无比, 子弹根本打不透, 父亲说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醒过神来, 便开始了顽强的抵抗, 他们首先点燃了大门两侧的土炮, 轰隆隆两声巨响, 镇的窗户只像笛子一样呼啸, 父亲说门外传来马的悲鸣声, 并听到一扇肉胀臂倒地的声音, 一个南强盗在外面呼道, 我的马呀, 这说明没有放空炮, 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像两只凶猛的老豹子一样, 从这个枪眼窜到那个枪眼, 把五只鸟枪放了一遍, 然后, 大老爷爷忙着往枪筒里装火药, 大老奶奶从梁头上挤一个竹篮子, 竹篮子里盛着几十颗小香瓜形的炸弹, 从大老奶奶烈烈窃窃的步态上, 父亲说她的父亲看出了那一篮子炸弹的分量, 父亲说这是外面的枪声和咒骂声像河里的水一样, 一浪赶着一浪, 大门被中午撞击着, 发出空冬, 空冬的巨响, 大老奶奶从篮子里摸出一颗炸弹, 放在隐蔽墙的角石上磕了一下, 杨碧撇到墙外, 额请墙外一声巨响, 一团火光一股浓烟, 墙外的强盗怪叫着跑远了, 大老奶奶又撇出去一颗炸弹, 爆炸过后, 墙外一声声息也没有了, 大老奶奶对大老爷爷说, 这小杂种, 哼,这小妖精, 火光里, 父亲说我们的爷爷看到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脸上的兴奋表情, 大老爷爷要开大门, 遭到了大老奶奶的拒绝, 后来据旁人说, 你们二姑奶奶就潜伏在大门不远处, 只要大老爷爷一开门, 就没有活路了, 他们的第一次退却是条轨迹, 父亲说大老奶奶又漫无目标地 往墙外丢了十几颗炸弹, 天就渐渐放了亮, 一直到了半上午光景, 大老奶奶才准许大老爷爷开门, 门口躺着一匹躺出了长子的死马, 还有一根大尸条, 撞门用的, 还有一些黄铜的霞枪弹壳, 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 父亲说大老爷爷家的院墙上, 被人用破布沾了马鞋, 涂抹上一行污秽的大字, 管老大, 有朝一日, 非割下你的鸟来不可, 旁边还画着一个鸟, 鸟头极度夸张, 像个大头的鹰海, 苍蝇蜜扎扎地浮在字语画上西藏乌, 所以那字, 那鸟都很立体, 并且蠢蠢欲动, 这场保卫战结束之后, 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积极备战, 花雪本购买炸弹和火药, 又把家族中男人轰来, 加高了院墙, 加雇了大门, 还在院墙周遭挖了十几个下边, 插满尖庄子的陷阱, 大家都在等待着二姑奶奶卷土重来, 一天天等过去, 一年年等过去, 已等等了二十年, 二姑奶奶没到, 她的两个儿子, 却如两位天神伴随着北红岛来, 当天晚上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气, 在令人胆颤的静默里, 我听到大爷爷的黑血, 在方砖地面上快速下肾时, 发出的沙沙声, 好像一群小残在吃丧夜, 我的脑海里跳动着骑黑马, 跨双枪, 身披大红猩猩斩斗篷的二姑姑的形象, 父亲对我讲述过的那场二十年前的战斗画面, 像羊片一样, 在我的脑袋里拉来拉去, 大奶奶如梦初醒般的豪叫了一声, 接着扑到她的丈夫的尸身上, 试图用手去堵塞那些流血的窟窿, 她的手指太少, 大爷爷身体上窟窿太多, 她的努力等于白费, 她提着两只血手站起来, 姿着两排因咀嚼茅草而坚硬洁白的白子牙, 母样猙獰像一只老狼, 她切着牙齿骂道, 你们这些生谱的蛤蟆种, 天愁丑地笑嘻嘻地说, 他是骂我们吗? 别说, 骂我们就是骂他自己, 天说, 即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外孙, 别说, 杀了他吧, 免得他虚导, 天说, 赶明吧, 今晚上不宜杀女人, 大奶奶骂着, 走到里屋去, 并且关上了房门, 屋里传出翻箱倒柜的声响, 天说, 他会不会上吊呢? 弟说, 上吊也要割他二百刀, 二百刀怎么够? 那就割三百刀, 天和地正说着, 房门哗啦啦被推开, 冲出了手握两颗炸弹的大奶奶, 他尖力地笑着, 道, 畜生们, 咱们一路去了, 然后把两颗炸弹使进一碰, 就等着发火爆炸, 炸弹, 天高叫一声, 夺门而出, 地井跟着冲了出去, 我的十五个书白们, 也一窝蜂挤出屋子, 并趁着乱哄哄的机会, 跑回自己家里去了, 最后留在屋子里的, 是我的哑巴哥哥德高, 下子哥哥德中, 还有我, 德剑, 我也闹不清我为什么没有跑, 我对大奶奶手擒着的那两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没有丝毫畏惧, 德中哥用头上包着铁皮的马干堵堵地倒着地面, 似乎有些不耐烦地问, 闹什么, 你们闹什么, 我说, 大奶奶要支炸弹呢, 德中倒, 屁, 放了二十年的炸弹, 早就臭了, 用火都烧不响, 大奶奶听了德中的话, 扔掉炸弹, 一定坐在地上, 呜呜地哭起来, 天和地走进来, 天兮兮地笑着, 扯扯德高的耳朵, 捏捏德中的鼻子, 拍拍我的头顶, 高兴地说, 表兄弟们, 一个赛一个的好胆量, 咱和火玩个痛快吧, 地对我们的态度不如天友好, 对这个开枪杀死大爷爷的凶恶家伙, 我没有好感,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 这家火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魅力在吸引着我, 大奶奶弯腰低头撞上来, 想与天拼命, 地一伸腿便把她绊了一个嘴啃砖, 地踩着她的脊梁, 说, 杀了吧, 天说, 捆起她来, 天对我说, 你去找根绳子, 我自幼在大奶奶家摸爬滚打, 对她家里的一切东西熟如手掌, 我知道门后的洞子里就有十几根上好的金麻绳子, 伸手即可脱出, 但让我真干, 却难免犹豫, 因为大奶奶从不对我吝啬, 我是嚼着她的香茅草长大的孩子, 你不愿跟我们合伙干, 天依然笑嘻嘻地说, 她用戴着洁白抽手套的手摸出一包纸盐, 抽一支, 花洋火点燃, 她戴着手套的手灵活急了, 我突然回忆起方, 猜她用手摸我头顶时那种滑溜溜的感觉, 一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 难道他们的手指尖生着那种粉红色的脯膜吗? 你不愿干也不要紧, 只管回家就是, 天潇洒地抽着烟卷说, 两股白色的烟雾从她鼻孔里冒出来, 她用手直拢了一下卷曲的黄头发, 说,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们回家, 而这时, 我的哑巴哥哥德高已经翻东到西地寻找绳子了, 她又聋又哑, 却有着超出常人的领悟能力, 眼尽着德高就要从门洞里拖出绳子了, 我知道要是那样我就永远失去了追随这两位迷人的表哥的机会, 我知道那样我即便在付出十倍的努力, 也难逃表哥们的欢心, 不能再犹豫了, 爹亲娘亲, 不如表哥亲, 千好万好, 不如表哥好, 当哑巴拉开房门时, 我一个小剑步冲上去, 把那捆金麻绳子拖出来, 好好好, 天拍着巴掌说, 好极了, 他拍手时, 发出呱唧呱唧的声响, 好像他的手掌上沾满了水, 把他捆起来, 天说, 地台旗踩在大奶奶脊梁上的脚, 斜着眼睛看着我们, 他不惜烟卷,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翠绿的鼻眼糊, 倒一搓在手心里, 用大拇指揉进鼻孔里去, 然后挤鼻子弄眼, 打了一个响亮的阿提, 我注意到他洁白的手套, 黄的拇指和手心两处, 大奶奶四肢着地,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好像一只被踩扁了的蛤蟆, 我和德高面对面, 眼对着眼, 我猜不出, 他那两只咕噜噜转动着的金黄色眼珠子, 正在向我传达着什么信息, 抬头看天, 天微笑着看我, 仪表堂皇的大表哥与死蛤蟆一样, 趴在地上的大奶奶相差太悬殊了, 即便她是我的亲奶奶, 也没有什么好犹豫了, 捆, 捆这个老东西, 我坚决地弯下腰去, 拧住了大奶奶一只胳膊, 大奶奶翻身坐起来, 没有反抗, 也没有骂人, 只用她那两只宛若蛤蟆一样的眼睛盯着我, 盯得我浑身发惊, 心里发冷, 皮肤上凸起一些疙瘩, 好像我也变成了一只癞蛤蟆, 我松开手, 捏如着, 他, 他看我, 弟从腰带上摘些一柄牛角柄小刀子, 扔在我和德高面前, 恶狠狠地说, 弯掉他的眼睛, 他还怎么看你, 我不敢去捡那把刀子, 我宁愿忍受着他那蛤蟆目光的逼时, 把他捆起来, 也不愿动手挖活人的眼睛, 我凝住大奶奶的胳膊, 示意德高动手捆绑, 他哑哑地叫着, 两只手一起比划, 好像是让我捆绑, 于是我又一次松开了手, 哑巴上前, 抡起肥厚的大脚, 对准大奶奶的腰眼, 就是一下子, 这条愣熊, 只一踢就把大奶奶踢昏了, 然后他反别着大奶奶两只胳膊, 抽动着绳子, 一个人捆绑起来, 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原来这哑东西要贪天之功, 据予为己有, 我挤上去帮忙, 不能让这小子的诡计得逞, 的一把将我拽到边上, 说, 让他捆绑, 你弯眼睛, 我战战兢兢地拾起那把刀子, 摆出刀刃, 觉得一股寒气轻人, 知道这是锋利无比的家事, 杀人刃上不流血, 德高把大奶奶捆好, 将鱼下的绳子扔到房梁上, 用力一拽, 强迫着软成一滩泥的大奶奶直立起来, 大奶奶的头软软地歪在肩膀上, 我猜想她已经死了, 天用她的微笑督促我, 地用她的奸笑督促我, 大奶奶, 为了比你的眼睛更珍贵的东西, 我要动手了, 只有弯掉你的眼睛, 才能证明我的勇敢和忠诚, 我铁了心, 举起了小刀子, 这时, 一直躲在墙角闷声不语的 瞎子的重大声说, 得见兄弟, 你别下手, 让我来, 让我来弯掉这个老杂种的眼睛, 我坚定地说, 不行, 这是表哥分派给我的任务, 他用马杆盾着方砖, 阴森森地说, 让给我弯, 你们这些有眼的, 哪里知道我心中的仇恨, 他拄着马杆, 准确无误地走到我的面前, 伸出一只伸着修长手指的苍白的手, 我感到没有力量违背他的意志, 便把被我的手汗如湿了饼的小刀子 递到他手里, 虾子像长了眼睛一样, 迈着大步走到大奶奶面前, 他把马杆靠墙放了, 伸出左手, 揪住大奶奶的头发, 使他浮肿了的脸仰起来, 他的右手, 攥着刀子, 一点点凑近大奶奶的眼眶子, 刀尖将细微的感觉准确地传达给虾子, 使他操刀无误, 我看到那柄小刀像条小银鱼儿一样, 绕着大奶奶的眼眶子游了一圈, 紧接着刀尖一条, 一颗圆溜溜的乌珠便跳出了眼眶, 用同样敏捷的手法, 他挖出了大奶奶的另一颗眼球, 可怜大奶奶一双慧眼, 顷刻之间变成了两个血窟窿, 瞎子干得不坏, 地点头赞许道, 在瞎子挖眼的过程中, 他竟然没出一点声响, 只要是活人遭此酷刑, 哪怕意志如铁, 也难保不出一生, 所以, 我断定大奶奶在挖眼之前, 就被哑巴给一脚踹死了, 挖死人的眼睛, 算什么勇敢, 天大一个便宜, 竟被瞎子给捡了, 我感到十分沮丧, 天好像看穿了我的心子, 用安慰的口吻说, 小老表, 不要沮丧, 想挖眼睛还不容易吗? 但事实并非与我想象的一样, 大奶奶并没有死, 第二天大清早, 她凄厉的叫骂声, 便把我们吵醒了, 这一夜, 我们三兄弟没有睡觉, 与天根地一样, 我们睡在大爷爷家园, 西侧那个甘草堕旁, 那原本是老狗的地盘, 但我们身上的腾腾杀气, 早把那条老狗吓跑了, 我们拉开甘草, 扑在地上, 并着头大睡, 这种野蛮的露宿, 富有刺激性, 呼吸着大量的新鲜空气, 百无遮拦的撑胳撂腿, 宽松和谐, 大有益于健康, 我感到跟着二位表哥干事情, 必将有无限光明的前景, 我的表现还不够好, 明天应该好好表现, 大奶奶在西光中好叫着, 我闷闷的为什么还敢活着, 我怀疑是否有什么野鬼附了她的身, 天和地同时跳起来, 根本不理睬大奶奶的鬼哭狼嚎, 摔着我们三兄弟跑到河边, 洗了脸, 竖了口, 又把嘴扎到河里, 孤独妒忌了个宝, 我走起路来, 水在胃里光当响, 这也是一种新的感受, 天和地不提吃早饭的事, 我们也不敢问, 天和地指挥着我们, 把大爷爷的脑袋割下来, 放在河水中, 潇洗得干干净净, 天还有一柄精致的牛角梳子, 把大爷爷下巴上的胡须梳理得根根通顺, 然后端端正正地放在桥头正中, 让每一个走上石桥的人都能看到, 太阳冒红时, 天命令我们把大奶奶压到桥头宝前, 大奶奶不肯走, 我们找了一根杠子, 穿在他被反剪着的双臂间, 将他抬了过来, 这天正逢着极日, 外村的人不知道桥头管家发生了大变故, 所以赵就来赶集, 不论是挑着担的, 还是踢着担的, 一走进桥头, 都要怪叫一声, 跳一跳, 转身欲跑, 大爷爷的头颅吓破了他们的胆, 这时天和地就吼一声, 站住, 哪里逃, 我们已经从第一个卖猪肉的屠户的箩筐里, 抢来一杆秤, 一把割肉的刀子, 我们逼着那屠夫, 从拴在桥头堡马柱上的大奶奶身上, 往下割肉, 那屠户是个强悍的人, 我们抢夺他的架势时, 他还有些小小的反抗, 天身初戴着白手套的手, 摸了摸他的秃头顶, 这老家伙一下子就萎缩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 祖爷爷们, 撑, 我不要了, 刀也不要了, 两百斤猪肉, 算我送给你们的军粮, 只求你们放我走, 天笑嘻嘻地说, 我要考考你的本事, 他只指风教不止的大奶奶, 继续说, 我们判了这个老婆子灵迟罪, 我要你一刀从他身上割下四两肉来, 割多了, 我们就割你的肉, 割少了, 你再从老婆子身上割, 一直割足四两为止, 屠户连忙跪倒, 磕头作矣, 他的头碰的桥石发出很响的声音, 他哀求着, 祖爷爷们, 饶了我吧, 我是个杀猪的, 割猪肉行, 割人肉不行, 天说, 你不要太谦虚了, 猪和人都是哺乳动物, 能杀猪就能杀人, 会割猪肉, 就没有不会割人肉的道理, 问题在于你没把道理想清楚, 你总认为人是杀不得的, 其实这是臣服的偏见, 人生来就是被杀的, 你不杀他, 我就杀你, 第一期冲冲地说, 你跟他废了那么多口舌干什么, 他抢过杀猪刀, 在桥头石柱上, 反复磨了几下子, 磨出一些擦擦的声响, 然后, 他用刀背敲着屠户的秃头, 问, 搁不搁, 屠户背的用刀背敲得节节下缩, 身体上全是皱褶, 好像一条吐进了丝的残, 正在变成一只蛹, 他硬着舌头和嘴唇说, 我搁, 我搁, 我们看到屠户摸起他用灌了的刀, 手指哆嗦, 胳膊哆嗦, 连眼珠子都哆嗦着, 哭一声, 迈一步, 身体一侧歪, 终于挪到了大奶奶面前, 被挖了眼的大奶奶比鬼还吓人, 两个黑窟窿里流出来的血, 一直躺到他的腿上, 散发着生冷的腥臭味, 屠户的手移出到大奶奶的身体, 他就发出一声令人毛发倒数的怪叫, 我又一次感到大奶奶早已死去, 附着在他的尸身上发出怪叫的是一个妖精, 我甚至想把我的感觉对屠户说说, 让他大胆递下刀子, 干满了这桩事, 我们也该去找点东西甜甜肚子, 我真切地感到饿了, 也感到二位表哥丸的把戏有点无聊, 屠户突然扔掉刀子, 转身就跑, 从他的跑姿上我感到他好像被磨碎住了一样, 他一定用了全部的力气试图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但速度却像驱爬一样, 天叹息一声, 道, 朱木不可凋野, 不争气的东西, 地霉融天的话音消散, 就用一只手把胸前的滑稽观一顺, 啪啪啪, 一个点射, 将屠户放倒在桥上, 屠户抽出成一个圆球形状, 打了几个滚, 掉到河水中去了, 随后那些来感激的, 又被逼割了大奶奶肉的, 又下不了手想逃跑的, 逃跑者都跟屠户同样下场, 又当场被吓死的, 虽然表现形势人人各异,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这就是恐惧, 唯有一个例外, 是一位胳膊跨着竹篮子的中年妇女, 她走上桥头时, 桥面上的人血已经流成了小溪, 桥头上的恶消息已经迅速扩散出去, 没人敢来找眉头了, 所以, 她踩着雪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时, 我们就对她格外敬重了, 天依然笑嘻嘻地拦住了她, 说,大姑, 要过桥先搁她四两肉, 这是规矩, 她抿嘴一笑, 塞上显出两个像性子那般大的酒窝窝, 她名模好齿, 无法尝尽, 虽近中年, 但依然魅力无穷, 叫之我们家族中那些姐妹们, 别有一番风景, 她朗声道, 孩子们, 想的好主意, 天道, 好的还在后头呢, 她说, 我等着看呢, 抵说, 别跟我们磨牙, 她伸出洁净的手, 说, 你们踢我胳膊, 别弄脏了我的手, 抵说, 别耍花头, 她说, 孩子们, 真要老娘动手吗? 抵说, 看看你的本领, 她把篮子递给我, 让我帮她提着, 伸出几个手指, 从篮子里捏出一张鲜荷叶, 裹了那沾满脏血的杀猪刀柄, 转眼间, 就从大奶奶身上悬下一块肉, 用刀尖挑着, 说, 孩子们, 称称吧, 弟用称钩子挂着那块肉, 一称, 佩服地说, 果然是好刀法, 正好四两, 他说, 给我把肉包了, 拿回家去包饺子吃, 帝从篮子里揪了一张荷叶, 包了那四两肉, 扔回篮子里, 他接过篮子, 说, 你们这玩法并不新鲜, 天说, 我们知道这玩法不新鲜, 我们不过是执行我娘的命令罢了, 中年女人走了, 天打了一个哈欠说, 无聊, 太无聊了, 爸, 我们的父亲对我们讲述了, 他追随着他的两位表哥, 在北红出现后的当天夜晚, 和第二天早晨, 残杀了他的大爷爷和大奶奶的经过后, 便扛起锄头下了地, 我们清楚地知道, 要让我们的父亲再次一气连贯地, 讲完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了, 父亲适才讲述时, 使用了十分统一的第一人称, 这是罕见的现象, 罕见的现象难以重复, 根据我们的经验, 从那场大劫难中苟活下来的人, 头脑总是有些混乱, 突出的表现就是那混乱的人称, 人称的混乱说明了, 他忽然站在现在的立场上, 忽然又站在过去的立场上, 他忽然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中, 自言自语, 忽然又变成一个对晚辈讲述历史的长者, 我们坐在通风良好的宽敞的门楼里, 目送着钢铁般坚强的父亲, 光泊赤足走向被强烈阳光照耀着的田野, 感到我们自己的灵魂像被雨水浸泡过的草纸一样苍白, 轰轰烈烈的石草家族辉煌的历史已成为过去, 过去的一切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千头万须, 真正对过去的一切感到混乱的其实是我们, 而不是我们的父亲, 一个能够婉转自如地不断变换着视角讲述历史的人, 怎么可能头脑混乱, 一个把一件事情连讲诗变而仍令听众感到趣味无穷的人, 怎么可能头脑混乱, 父亲的头脑像镜子一样清楚, 他没有向我们说明那位最后出现在桥头上, 准确地切割了我们的大老奶奶四两肉的中年风流女人的来龙和去脉, 他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 宛若天上的一道彩虹, 我们曾想到他可能与二姑奶奶有关系, 我们也曾想到他就是那道诡异而美丽的北红, 在那个时代里, 人只缝里生长着粉红的浦膜, 狐狸能把唾液锻炼成熠熠发光的仙丹, 黄鼠狼能指挥女人唱歌跳舞, 出现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女人又算什么? 九, 后来父亲说天和地突然变得垂头丧气, 好像一群努力工作着的下属受到上司的痛斥一样, 这种灵刀霸人割死的把戏原来并不是什么创造, 父亲说他的两位表哥沿着青石街道懒洋洋的向南走去, 把垂死叫嚎着的大奶奶扔在桥头上, 再也不管不问, 父亲与他的二位堂兄弟肚子饿得咕咕叫, 但却像中了魔法一样紧跟着天地往南走, 家家的狗都夹着尾巴怪叫着, 根本不敢跑出家园, 父亲说雅巴德高不断地捡起路边的石片, 投掷到街道两侧我们那些叔叔伯伯家里去, 好像他对这些自家的人有着深仇大恨, 父亲说虾子得重用竹竿探索着道路, 走得像风一样快, 他们一行走到村南, 在当年我们的老爷爷抛起二姑奶奶的腊庙前停住, 天灰枪打死一匹野兔, 地打死一只肥胖的大欢, 开包兽皮, 清洗瘦肉的任务由德高承担, 拢及柴草的任务由我承担, 虾子陪着天地说话, 父亲说等他拢来一大堆柴草时, 听到两位表哥正在大笑, 地用脚踢着虾子的屁股说, 果然是好法子, 明天就试试, 天说是不迟疑, 吃过肉就动手, 父亲说他对那位阴险的瞎眼堂哥一向不满意, 见他得到表哥们的赞赏, 心里很不痛快, 正好这时, 哑巴肩着包去皮的欢, 拎着褪去皮的兔, 浑身水淋淋地走过来, 父亲便对他做了几个手势, 使了几个眼色, 激起了他对虾子的满腔怒火, 父亲说哑巴把瘦肉往草山一扔, 便扑上去掐住虾子的脖子, 虾子全无提防, 有提防也难抵哑巴的蛮力, 当场被暗倒在地, 天和地愣了半赏, 才冲上去营救, 他们每人拧住哑巴一扇耳朵, 好不容易才把他挣起来, 哑巴的手卡在虾子脖子上不松, 天用枪托子削了哑巴的鼻梁, 鲜血泵流, 哑巴去捂鼻子, 虾子才算得救, 父亲说虾子脸色轻子, 如果有眼珠早就吐出来了, 幸亏虾子没眼珠, 天伸手在虾子鼻孔出, 试了试, 然后又骑在虾子身上, 用双手挤压他的胸膛, 虾子尝出了一口气, 活了过来, 父亲说的连抽了哑巴十几个耳光, 哑巴捂着腮帮子, 轰着眼珠子, 但始终为反抗, 他们点着火, 烧瘦肉, 烧得半生不熟, 胡吃一通, 吃饱后, 天和地肚皮朝天躺在甘草上, 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 父亲说, 天说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人一对一, 以人头上顶颗星, 他说那纯粹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宰人, 但并没有看到人死星落, 天说那些流星不就是在落吗? 他说那不是落, 是星星搬家, 半生不熟的瘦肉在我的胃里翻腾着, 父亲说, 几匹野狗在草丛中潜伏着, 伸着鲜红的舌头, 盯着我们吃生的肉和那些红阴阴的骨头, 天和地争论够的星星又争论地上的石头, 有石头又集庙上的瓦片, 有瓦片又集蹲在庙顶上的乌鸦, 他们的争论起初还有意思, 后来就变得很枯燥, 父亲躺在干枯的草上,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父亲说, 夕阳夕下, 大地一片血红的石分, 天把他揪了起来, 天说起来起来, 吃饱了睡足了, 该干正式去了, 父亲揉掉眼上的痴战起来, 看到自己的影子长长地扑在地上, 他说他突然想起曾听老人们说过, 鬼是没有影子的, 于是他看到了天和地那格外清晰的大影子, 有力地证明着这两位表兄不但是人, 而且是有大本事, 大造化, 大夫妻的人, 父亲说影子中的人夫妻大, 影子浅的人夫妻小, 天和地散漫地往村子里走, 父亲他们跟随着, 临近村头时, 傍晚的风吹得草烧乱点, 那几株叶子金黄的栗子树, 千叶万叶, 叵作其武, 好似满树金蝴蝶, 父亲说, 往常每到这时候, 南北方向的青石板道上, 有很多捧着粗瓷大碗喝粥的人, 现在连一条人影也没有, 偶尔有一只野猫穿截冲过, 身影油滑, 好像一道电流, 父亲说他再次感到没意思起来, 路过家门时, 他甚至想逃脱掉, 回到那跟堂姐妹们 私缠打闹的往日生活中去, 但他没有逃脱, 他感到跟着二位表哥寸步不离, 是无法违抗的命令, 当然并没有任何人给他下命令, 一丝不挂的吃蛋得强, 蹦蹦跳跳地, 在石阶上出现了, 父亲说, 赤子德强那时有十三岁, 个子约有三尺高, 他生下来就没穿过衣服, 但那身肉却粉红色, 油露露的, 活像个人参娃娃, 他拦住天和地的去路, 咬着舌头说, 喝汤, 喝汤, 连一直因沉着愁脸的地也露出了很温存的笑容, 赤子德强继续重复着, 喝汤, 喝汤, 天和气地问, 小表弟, 到哪里去喝汤? 赤德强突然清楚地说, 跟我去喝汤, 天和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又地声咕弄了几句, 然后天一挥手, 说, 跟他走, 父亲说, 他们一心五人, 尾随着一丝不挂的德强, 拐弯抹脚, 穿过幽暗的小巷, 进入一个大门楼, 父亲认出这是我们的七老爷爷的家, 父亲说, 你们的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被处决之后, 七老爷爷和七老奶奶就是家族中的尊长了, 他们家里也有一条狗, 是狼鱼狗的子孙, 原来非常凶猛, 用指头粗的铁链子拴着, 天上飞过一只鸟, 它都要窜挑叫嚷, 因为性子太猛, 窜挑太高, 常常被铁链子炖回去翻跌筋斗, 奇怪的是, 这条恶狗那傍晚竟然一声也不叫, 锁在窝里哼哼着, 像感冒了的人一样, 父亲说, 那狗是被天和地这两个杀人魔头给围住了, 狗通人性, 父亲说他知道天妖里的大敬礼霞枪和地怀中的花季罐枪不是好惹的, 你蹦得再高, 也蹦不过枪子, 你跑得再快, 难道就快过了枪子不成? 父亲说七爷爷在院子里迎接他们, 父亲说他们的七爷爷原是个红了眼不认亲属的东西, 他是他们同辈中最小的, 蹄龙驾鸟, 斗鸡走狗, 吃喝嫖赌, 人世间猪般恶事都沾过边, 平日家挟着眼看人, 家族中送他外号七邪, 可是那天, 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七邪竟戴着瓜皮小帽, 穿黑段子长袍, 满脸堆着笑, 像村工作里的帐房先生一样, 点头哈腰地招呼他们, 进屋去喝汤, 父亲说他们一行, 痴子得强在前, 依次是天, 地, 得高, 得剑, 得众携着马甘殿后, 鱼贯而入, 很像后来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一对, 进入开幕式的运动员, 父亲说我们的七老奶奶是个一脸大麻子的女人, 父亲说他的七麻子奶奶虽然长相凶恶, 但人却善良, 和蔼, 慷慨大方, 恨不得将自己的心肝掏出来给晚辈们吃了, 父亲说他心里其实挺喜欢这位马奶奶的, 堂屋里已经摆好了桌椅, 父亲说他们家族中房屋内部的格局差不多都跟大爷爷家一样, 几百年也没有大变化, 马奶奶极丑地连虎了天和地一下子, 父亲说他看到天和地都缩了一下肌肉, 马奶奶亲热地迎上来, 大声说, 好外孙, 早听说你们来了, 把我欢喜死了, 快坐, 快坐, 父亲说马奶奶安排天, 地入座之后也不怠慢, 舒淡他们, 他逐一护着他们的名字, 德高, 德重, 德强, 德剑, 你们这四条小狗, 都快坐下吧, 七爷爷进屋, 忙不迭地端茶倒水, 父亲说七邪成了这副模样, 也算是威风扫了地皮, 父亲说我们的七老爷爷倒了一寻茶, 点燃了三根羊油大蜡烛, 自己也窃窃地入了座, 父亲说马奶奶端上菜来, 七个盘八个碗, 鸡鸭鱼肉, 山珍海味, 把一张大桌子塞得满满的, 七老爷爷殷勤地劝酒劝菜, 天优雅尽时, 抵狼吞狐咽, 父亲说天和地的手套, 不知是用什么质料做成, 那么白那么光滑, 九过三旬, 父亲说七老爷轻轻喉咙, 对天和地说, 二位贤外孙, 当年害你们母亲的事, 我可是一点点都没参与, 你们的七姥姥可以作证, 马奶奶堆着满脸笑说, 都是老大两口子的坏主意, 杀了他们, 正式报应, 天说, 吃饭吃饭,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 我们这次回来, 也不是要找谁报仇, 父亲说, 我们的七老爷爷听了天的话, 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脸上的肌肉松弛了许多, 更加殷勤的侍奉天地, 像个虫孙子一样, 吃罢饭, 马奶奶端上几盘炒葵花子, 说, 大外孙, 磕几个瓜子香香口, 我一开头, 就看不惯他们的习性, 只有驴才吃草, 人吃草还算人吗? 弟点点头, 说, 你真明白, 马奶奶连忙谦虚着, 明白什么, 老糊涂了, 父亲说他根本没料到, 和平的形势会突然消失, 下子得重捂着肚子哀号起来, 怎么回事, 好孩子, 怎么回事? 父亲说, 马奶奶关切地问着, 下子说, 酒里有毒, 父亲说, 马奶奶抬手扇了下子一巴掌, 骂道, 放你娘的臭狗屁, 有毒单毒你, 我看你小子是吃撑了, 大表哥说, 酒里没毒, 七老爷也说, 还是大外孙聪明, 天说, 我聪明什么, 我一点也不聪明, 父亲说, 天站起来, 打着宝格走到马奶奶面前, 说, 七姥姥, 你和七老爷都听着, 我有话跟你们说, 马奶奶和七老爷同声道, 大外孙请说, 天道, 二位老人, 你们俩年纪不小了, 活够了没有? 马奶奶道, 活够了活够了, 活得够够的了, 天道, 那为什么还不想法死? 父亲说, 我们的七老爷爷一听这话, 脸力是煞白了, 嘴唇干哆嗦, 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马奶奶道, 大外孙虽说是活够了, 但阎王爷不来催, 也就懒得去, 天说, 阎王爷这就来了, 父亲说, 你们的七老爷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 哀求道, 好外孙, 饶我一条老命吧, 你娘的事我真的没插手, 弟踢了他一脚, 说, 起来, 起来, 横竖逃脱不了的事, 马奶奶镇静地说, 大外孙, 皇帝老子也不杀无罪之人, 要杀我们, 总得有个讲说, 天笑着说, 好一个糊涂老婆子, 要杀你就是要杀你, 还要什么讲说, 马奶奶说, 你不说明白, 我死也不闭眼, 天说, 那你就争着言死吧, 弟一挥手, 说, 找绳子去, 父亲说, 他堂兄弟几个, 积极地找绳子, 马奶奶抄起一把菜刀, 说, 小杂种们, 看你们哪个敢捆我, 天说, 不用捆了, 弟说, 瞎子, 我们不要捆他, 还要他无法反抗, 该怎么办, 瞎子说, 当头一棍, 打昏他, 弟说, 不好, 不好, 痴子得强, 咬着舌头说, 把他的手剁掉, 天说, 你小子一点也不吃嘛, 弟说, 动手吧, 父亲说, 他与德高, 德强一拥而上, 马奶奶挥着菜刀, 劈得风响, 跳着骂, 咋种, 我先劈了你们, 哑巴躲闪得慢, 耳朵被削掉一块, 父亲说他灵机一动, 抓起一个木头锅盖当盾牌, 冲上去, 马奶奶一刀劈在锅盖上, 拔不出刀来了, 德强一个的滚笼上去, 搂住了马奶奶的腿, 德高扑上去, 饿住了马奶奶的脖子, 父亲说他对着马奶奶的肚子, 撞了一头, 马奶奶应声倒地, 父亲说, 天从厨房里搬了一个剁肉的木墩子, 放在马奶奶身边, 从木锅盖上拔下菜刀, 对着的说, 你来剁吧, 弟推让着, 说, 还是你来剁, 父亲说, 他们俩推让了好一会儿, 最后决定财包袱, 剪刀, 锤笔输赢, 赢者先舵, 输者后舵, 天伸出巴掌, 弟伸出拳头, 天赢了, 先舵, 他命令父亲, 他们把马奶奶的手, 按在木墩子上, 马奶奶好大的镜头, 像条母水牛一样, 猫猫地叫着, 父亲说, 他们堂兄弟三个, 使了吃奶的力气, 都按不好他, 逼过来, 一只脚踏在马奶奶背上, 说, 老实点, 马奶奶顿时老实了, 天举起菜刀, 往刀刃上吹了一口气, 然后挥一笔刀落, 咔嚓一声响, 马奶奶一只手, 齐着腕断了, 父亲说, 马奶奶怪叫了一声, 杯虽然被地的脚踩着, 还是锣过了起来, 血一股鼓得从断腕上冒出去, 那只脱离了肢体的大手, 在地上抽搐着, 父亲说天把菜刀递给地, 地接了刀, 用更加干净利索的手段, 剁下了马奶奶另一只手, 天说, 你们松手吧, 父亲他们松了手, 马奶奶困难地爬起来, 湿了双手, 她的身体丧失了平衡, 晃晃荡当战不稳, 豆大的黄汉猪在她的马脸上滚动着, 小畜生们, 狠心的小畜生们, 父亲说, 马奶奶扯着喉咙骂着, 挥动着双臂, 像挥动着两根棍子, 黑色的血像热乎乎的急雨, 在屋子里飞溅, 一道热血鳞在天洁白的脸上, 天像被火烫了似的, 怪叫了一声, 父亲说, 天掏出一块布, 擦着脸上的血, 气急败坏地下着命令, 快快快, 按倒她, 剁了她的脚, 父亲说, 马奶奶闭着眼往墙上撞去, 哑巴伸手揪住了她, 并顺势把她压倒在地, 天和地把跺脚的任务交给了父亲, 德高抢刀先跺, 父亲说, 哑巴手大鼻粗, 镜头十足, 一刀便跺断了马奶奶的脚脖子, 那只穿着段子鞋的小脚单独立在地上, 样子十分可怕, 父亲说, 马奶奶虽然面孔丑陋, 两只小脚却裹得十分精巧, 父亲说轮到她动手时, 那把菜刀已经被热血烫卷了任子, 所以, 她连剁了三刀也没能把马奶奶的脚剁下来, 剁到第三刀时, 父亲说她忍不住的恶心, 一股粘稠的东西从胃里往上翻, 她扔掉菜刀跑到院子里, 弯着腰呕吐, 接下来父亲说, 天表哥让德高把马奶奶扶起来, 马奶奶如何能站住, 她的嗓门也降低了, 趴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着, 天说, 瞎子, 该你动手了, 割掉她的眼皮吧, 瞎子摸索上来, 从大表哥手上, 借过那柄牛角柄的小刀子, 去割马奶奶的眼皮, 马奶奶断断续续地说, 好孩子, 给我个利索的吧, 瞎子悬去了马奶奶的眼皮, 马奶奶哼了几声, 就昏了过去, 父亲说, 目睹了这一切的七老爷, 其实已被吓吃了, 他瘫在墙角, 身上散发着食尿的骚臭, 两位表哥令父亲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窟窿, 把七老爷爷活埋了, 父亲说土埋到你们七老爷爷搏梗时, 他鼻孔流血, 眼球突出, 脸色像茄子, 天让痴子举着半截蜡烛照着名, 自己掏出霞枪, 对准你们七老爷爷的脑顶打了一枪, 一股白脑子窜了出来, 父亲说, 你们老爷爷这一辈的人就这样被尸都干净了, 天从痴子手里夺过蜡烛, 插在你们七老爷爷头顶的枪眼里, 打着哈欠说, 累了累了, 有活明日在干。 是, 天和地进村后的第三天, 是一个基本和平的日子, 父亲十分厌烦地对我们叙述着, 完全失去了讲故事的兴趣, 我跟着你们那两位疯疯癫癫的表叔, 串着胡同打狗, 这根本不是两个杀人魔头应该干的事情, 而是两个顽童的行为, 父亲说, 我这两个大表哥的迷人之处, 也正是通过这些荒唐行为表现出来的, 我们堂兄弟几个跟着他哥俩, 打死了十几条狗, 痴子德强有模仿狗叫的天才, 他用狗的语言把狗引出来, 充当两位表哥的靶子, 父亲说, 这天傍黑, 他们受到一次小小的偷袭, 一发子弹从背后打中了瞎子的脖梗, 瞎子力扑在地, 嘴巴里吐出力堆血墨子, 一句话也没说, 就死掉了, 这一枪结束了打狗行动, 天查看了一下瞎子的枪伤, 对弟说, 这是捷克造七十九毫米步枪发射的子弹, 弟说, 枪法还不错, 父亲说弟的话音没落, 又响了一枪, 子弹打在天脚前的泥土里, 冒出了一股白烟, 弟一腐化机关, 打了一梭子, 就听到有人在西边的房顶上叫了一声, 然后滚得一片瓦响, 那是我的八叔, 父亲说, 他也算是个神枪手, 弟的枪弹打光了, 便吩咐我们去河北边的墓地里, 为他取子弹, 父亲说, 那片墓地有一亩大小, 里边生长了一些黑松树, 传说里边有一条碗口粗的黑蛇, 他有些胆怯地看着天和地, 弟说, 你怕了吗? 父亲点点头, 弟说, 我自己去吧, 弟大摇大摆地在石阶上往北走, 天带着我们尾随着, 父亲说两天前遭了酷刑的大奶奶还绑在柱子上, 人已死了, 虽然没有风, 但墓地里的松柏却哗哗地响着, 宛若潮水涌动, 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凉意从天而降, 弟推倒一个石码, 显出一个方方的石坑, 石坑里竟然是一堆金灿灿的子弹, 弟往枪里压了弹, 枪里压饱了, 胸前还多了一个沉甸甸的布袋, 弟拍拍布袋, 说五百发, 父亲说烧了瞎子马肝戳地的毒毒, 生, 他心里感到非常空虚, 走回石桥时, 夕阳把满河的流水照得通红, 河水因有了颜色而显得格外宽厚, 那座与石桥连接着的大门篓子也显出了几分威恶, 父亲说他看到大爷爷那颗头颅被一阵旋风吹动着在桥头上打转, 好像那头是用纸壳糊成的, 他还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尸臭, 一群乌鸦从空中俯冲下来, 压压地叫着, 盘旋着覆盖了大奶奶的尸体, 一只肥大的鹰在河上盘旋着, 突然一些翅膀俯冲下来, 好像一道黑色的电光, 老鹰抓着大爷爷的头颅, 艰难地用力煽动着翅膀飞起来, 那缕山羊胡子在晚风中飘动, 一阵枪响, 一溜火光, 老鹰和头颅被打烂, 垂直跌落在河水中, 轻巧的羽毛随即飘下, 地哼了一声, 脸上布满笑容, 父亲说, 他们站在桥中, 望着那黑洞洞的大门, 不由地发了愣, 就在那时候, 门楼里一阵呐喊, 好久没有关闭的两扇大门, 嘎嘎吱吱怪下着河龙了, 紧接着就有几道火蛇从门楼上射下来, 打得桥面一溜火星子, 天河地几个剑步就窜到大门外的死角里, 父亲他们也随着跑过去, 这场战斗是父亲的十五位数败组织的, 父亲说他的父亲我们的爷爷没有参加, 我们的爷爷就是被二姑奶奶咬了手指那位, 父亲说他不知道我们的爷爷跑到什么地方避难去了, 天说, 舅舅们开开大门, 放我们进去吧, 门里嚷着, 也咋种, 回去找你们的娘吧, 话音俯庭, 又有石头把块从门楼上扔下来, 有一块枕头大小的石头擦着天的鼻尖滑下去, 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 天举起霞枪, 对着门楼上扫射, 地也用花机关枪打了几梭子, 上边有人挂了彩, 哭着跌下去, 天和地带着我们从土为子上爬上去, 看到有七八个男人正在街上奔跑, 兄弟俩便用枪撂倒了他们, 这其中有十一叔, 赤子得强的爹, 还有二伯, 下子得重的爹, 父亲说中秋节晚上, 月亮又大又圆, 白光灼灼, 照耀的村庄几乎没了黑暗, 即便在房子的阴影里, 也能看清手掌上的闻, 消灭书败们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 他们有的藏在枯井里, 有的钻在草垛里, 但都被赤子得强发现了, 他活脱脱是一条井犬, 这里一个他直指枯井, 天和地就命令哑巴, 搬着一盘石墨投下去, 井里传上来沉闷的声响, 和十四叔的惨叫, 他直指草垛, 说这里还有一个, 天和地便令父亲去寻找煤油, 父亲从六婶家提来一桶煤油, 淋在草垛上, 天点着一块蘸了油的棉絮, 置在草垛上, 火焰迅速爬上草垛, 树丈高的火苗子冲起来, 一个遍体着火的人, 从火堆里滚出来, 滚了几米远, 便停住不动, 尽管人成交叹, 但父亲还是辨认出了, 交叹是他的三伯, 十六个书伯中, 只逃脱掉我的爷爷, 我们的老爷爷, 藏在什么地方逃脱了, 父亲好像没听到我们的询问, 继续着他的麻木叙述, 德强抽搐着鼻子, 把村子里搜索了三遍也没找到, 后来天说, 他是我们的亲舅舅, 放他一马吧, 得说, 亲舅舅更该死, 天说, 找不到只好罢休, 中秋之夜, 村子里一片欢腾景象, 父亲说, 打鼓场上点燃了一大堆松木, 火光熊熊, 四十八个以花回命名的父亲的堂姐妹们, 全部集中在一起, 他们中只有几个年纪小的, 在小声哭泣, 大的却都似乎很镇静, 父亲说, 天和地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子旁, 仔细地擦拭枪枝, 父亲说, 他希望表兄们玩个利索的, 一顿枪子扫到他们, 就算完事, 不要再变换花样, 他说, 他并不是怕, 而是疲劳, 因为表兄们每变换一种杀人方法, 就需要器械, 而寻找各种器械的繁琐任务, 就落在父亲他们身上, 父亲说, 天站起来, 大声说, 表姐们, 表妹们, 我是你们二姑姑的儿子, 是你们的表哥或者表弟, 我早就听说, 你们个个美丽, 如花似玉,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你们的二姑姑, 让我带给你们每人一件礼物, 这就是, 她举起一个小小陆皮口袋, 晃晃, 里边哗啦啦地响着, 待会儿你们每个人摸一件, 你们猜猜, 这里边装着什么, 是镜子, 是宝石, 都不是, 这里边有48张骨牌, 每个牌上都用刀刻着一种刑法, 这是你们二姑姑多年的研究成果, 你们真是好福气, 天把口袋扔到桌上, 说, 你们别怕, 知行刑法是, 你们的二姑姑会来观看, 现在, 我先把每样刑法解释一下, 然后你们就来摸骨牌, 父亲说, 天像背书一样背着, 第一种, 踩云遮月, 也叫带驴遮眼, 这刑法的施行方法是, 用利刃把受刑者额头上的皮肤包下来, 遮住双眼, 第二种, 取发修行, 此行的施行方法是, 用一壶沸水浇在受刑者头上, 把头发一根也不胜地涂露下来, 第三种, 精简干部, 干部者, 五官也, 此行即是用力认选掉受刑者的双耳和鼻子, 第四种, 剪刺猬, 此行的实施, 用锋利剪刀将受刑者全身皮肉剪出一些雀蛇状, 像你们的娘过年时坐面刺猬时那样, 第五种, 虎口拔牙, 这刑法简单, 就是用钳子把受刑者的牙齿全部拔下来, 第六种, 油炸佛手, 用滚油将受刑者的食指炸胶, 第七种, 高瞻远竹, 用划车将受刑者高吊起来, 第八种, 气满肚腹, 将气管子插进受刑者屁眼往里打气, 第九种, 步步骄, 赤脚走二十面烧红的提傲子, 父亲说, 贴一口气说完了四十八种酷刑, 连半句废话也没有, 他说, 你们的二姑姑不忍伤了你们的性命, 这些刑法, 只要施行方法得当, 保证死不了人, 所以, 希望你们要积极配合, 不要反抗, 挣扎, 否则会更难受, 弄不好还有心灵危险, 你们的二姑姑说, 石草家族的女孩子都不是平凡人物, 都是注定横行世界的抉择, 只要你们能咬牙熬过这一关, 往后, 世上的人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父亲说天把口袋扔在桌上, 说, 表姐妹们, 来吧, 每人摸一张, 谁也脱不了, 早晚脱不了, 父亲说她的四十八个姐妹们, 齐声豪哭着, 拍起了一字对行, 走到桌前, 每人从口袋里摸了一张刻, 有行命的骨牌, 摸牌完毕, 天说, 个人收好自己的牌, 谁丢了谁死, 父亲说, 月光佼佼, 火光熊熊, 晚风清凉, 崇明唧唧, 中秋夜晚十分美好, 天命令他们, 分头去准备诗行所需要的各种器具, 任务虽然艰巨, 但他们欢腾而去, 忙了整整半夜, 父亲说他的腿, 硬得像两根木棍子一样, 再也挪不动了, 八仙桌子周围, 堆着他们堂兄弟三人, 从各家搜集来的刀子, 剑子, 绳子, 棍子, 奥子, 铲子, 镰刀, 掘头, 水壶, 铁锅, 扫帚, 其中有诗行需要的, 也有不需要的, 万事俱备, 只等二姑到来, 但二姑迟迟不来, 火堆里的松木燃烧将近, 火苗子渐渐疲软瘦弱, 但月光却雨发皎洁起来, 那晚上的月亮, 大的, 让我再也不要看月亮, 那晚上的月亮亮的呀, 从此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那样亮的月亮, 那晚上的月亮是不是月亮, 谁也说不准, 偌大的天上, 没有一颗星, 没有一丝云, 但却有白色的, 铜板般大的雨点, 稀疏地砸下来, 过一阵又一阵, 打鼓场外的田野里, 原本碧绿的植物, 变成一片银色的海洋, 雨打叶片的声音, 让我心中恐慌, 二姑为何还不到, 松枝的香气, 姐妹们眼泪的味道, 弥漫在月光中, 嗅着这味道, 我心中焦急, 二姑怎么还不到, 二姑啊, 你快些来吧, 我们脑子里鲜明地晃动着二姑的身影, 他骑马跨枪出现, 也许是乘坐花轿出现, 有兵们鸣罗开导, 也许是吹鼓手骨色吹声簇拥, 总之, 二姑的出现, 必将是一个辉煌的时刻, 我知道, 不仅仅我在盼望着, 不仅仅我的那几个堂哥们盼望着, 连那些手握行鸣骨牌的姐妹们也在盼望着, 他们的心情, 类似出嫁女的心情, 不是恐惧, 也不是高兴, 哭不代表悲伤笑, 也不代表欢乐, 父亲说, 他们哭够了笑够了等烦了等腻了, 便聚成一堆搂着抱着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伸出你的手, 伸出我的手, 伸出他的手, 他们伸出手, 探着头, 互相观看着, 对方手中骨牌上的行李, 并在梅睁的两位表哥同意之前, 开始交换骨牌, 菊花用精简干部换了蓝花的彩云遮月, 桃花用油炸佛手换了梨花的高瞻原主, 莲花和牡丹, 都要用手中的骨牌换水仙的剪刺尾, 水仙坚决不换, 三个人先是争执后, 是推葬, 最后打成一团, 姐妹们滚成一团, 秩序大乱, 天心烦意乱地骂他们, 甚至过去拉架, 不知被谁贴了一个耳瓜子, 她捂着脸退出来, 无可奈何地说, 打吧打吧, 等你们二姑来了, 再收拾你们, 她这句话竟奇妙地制止了混乱, 姐妹们整整容貌, 看看天和地, 不语, 突然一个说, 二姑什么时候到, 然后一起发问, 如同质问, 天和地无法解释, 地踏着梯子爬上方, 向远处眺望, 一会儿下来, 什么也不说, 忘到没有, 忘到了吗, 地有些窘, 不语, 姐妹们骂天骂地, 骂卷了, 便哈欠连天, 天和地也打起哈欠, 哑巴像堵墙一样倒了, 接着便发出了响亮的憨声, 池子抱着一把竹扫肘睡了, 嘴里发出咯吱咯吱的磨牙声, 父亲说一阵困卷袭来, 眼睛随即迷糊了, 眼前的一切都晃动起来, 那些姐妹们一个个摇晃着, 倒也, 倒也, 父亲身子一软, 同样倒也, 倒在被夜露和白鱼打湿的地上, 沉沉地睡去, 十一, 我们默念着那古老的谚语, 东红雾露西红雨, 南红收白彩, 北红杀得快, 想象着七彩的北红, 在天上横根的情景, 崇拜着父亲的二姑, 我们的二姑奶奶, 神话着父亲的表兄弟, 我们的表叔, 心里生出许多说出来, 就会犯错误的念头, 一只猫从我们面前油花而过, 于是我们困倦交加, 哈欠连天, 鼻涕和眼泪淒流, 父亲冷笑一声, 指着我们说, 倒也, 倒也, 我们便倒在他老人家脚下, 父亲康起锄头下地, 我们进入梦乡, 我们不irl洗手说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